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来到爱家好一生童话故事片 爱家好一生童话故事片 是借由一个我们耳熟能详的童话故事 当我们跟孩子在分享的时候 借由今天我们三位专家的知识点 还有一些隐身的一些含义 让你以后在讲故事的时候 能够更加的丰富 今天我们请到三位专家 第一位是心理智商师廖伟林老师 大家好 我是廖伟林 第二位是我们小科医师慕容医师 大家好 我是陈慕容医师 第三位是冒险教育专家 确士园牧师 大家好 我是确士园牧师 好的 今天我们要聊的童话故事 是哪一个呢 大家一定都听过 根据我们网友的推荐 我们今天要聊的是 放羊的孩子 一个放羊的木童 跟村民开玩笑说 狼来了 连续两天都把村民们 耍得团团转 没想到第三天 狼真的来了 村民却不再相信他的话 不来救他了 这个父母亲常常用来 教训小孩的故事 专家们还有什么新想法 可以跟大家分享呢 放羊的孩子 我想大家真的是耳熟能详 幼儿园什么都讲到烂了 几乎没有一个人没讲过 没有听过 所以我们今天要分享的 几个知识点 我们也有四位专家 第一个 我们分享的知识点 要跟这个故事相关 第二个就是分享的故事点 知识点要有科学的根据 第三个是要有趣 因为我们今天现场直播呢 大家可以在我们 直播的过程当中 替每一位专家评分投票 最后我们来看看 谁是今天的童话故事王 好不好 那今天我们第一棒 就交给我自己了 就是范阳的孩子这个故事 其实有一个点 就是我们希望 我们的孩子不要说谎 到底是跟他说 说谎不好哦 这样子也比较有效 还是说我们身边的人要深教 研究就告诉你这个结论 那个研究在一个班级 在加拿大 一群小朋友 那老师呢 又演了一出戏 A老师在上课 B老师走进来 跟A老师聊聊天 然后就把眼镜放在桌上 聊个天之后 就离开 眼镜就望在桌上 没有带走 那结果呢 他走了以后 A老师就继续跟小朋友聊天 B不小心把眼镜打破了 好 接下来 在打破之后有五个情境 第一个情境是 这个老师说 糟糕了 糟糕了 我打破了 怎么办 然后这时候B老师进来说 我的眼镜呢 第一个场景是 他说了实话 而且有了好的结局 所以A老师说 对不起 我把你眼镜打破了 然后B老师说 没关系啦 你不是故意的 好啦 谢谢你告诉我 这样子 好的结局 没有被骂 没有吵架 第二个场景是 他说了实话 但结局不好 我的眼镜呢 对不起了 被我打破 我刚刚不小心碰到 那是我唯一的一副 你今天这样打破 我接下来课要怎么上 你这人真是 手脚的卡车在抽 气死我了 每次都这样 甩门走掉 说了实话 结局不好 第三个场景 他说谎 但是有好的结局 A老师说 糟糕 我把眼镜打破 埋在书里面 B老师进来 我的眼镜呢 不知道耶 会不会在你办公室 没有我没看到 这样 然后B老师 这样 那我不好意思 打扰你们上课了 他就出去了 说谎 有好的结局 第四个场景 是他说谎 结局不佳 埋在书里面 然后我的眼镜呢 不知道耶 不就在这儿吗 谁打破了 你搞什么 还藏起来 说谎 不好的结局 第五个场景 就对照组 就无意义的对话 结果在这五个场景当中 一样 接下来孩子就做那个 猜猜看的实验 然后老师又假装打电话 然后小朋友就偷看 偷看以后回来说 请问你们有没有偷看啊 就发现 刚才那五个场景里面呢 有两个场景 孩子是会说实话 就是看到说实话 有好结局 跟说了谎话 有坏情境 这两组儿童 他们说谎的几率比较低 大概也是六成左右 但是如果看到 另外两个场景 就是说了实话 结果倒大煤 跟说谎结果 就成功骗过 毕老师的 说谎几率高达百分之百 将近百分之百 这告诉我们一个结论 如果你希望你的孩子 在家里面不要说谎 在学校也不要说谎 你就要让这个环境 看起来就是你说实话 会有好结局 说谎话会有不好的结果 用深叫 用情境 让他感受 而不是用言叫 就是你说谎 就是这是不好啊 或什么 其实所有的孩子 你如果再问他 说谎好不好 每个孩子都会跟你说不好 他们都知道 道德感都知道 但是他要做出来 只有这个环境 是让他觉得说 的确我脑袋想的 跟我见证看到的结局 是一致的时候 他才会选择说实话 所以我想放羊的孩子 这个故事呢 跟孩子讲之后 他要不说谎 不会 放羊孩子唯一能帮助 就是放羊的孩子 那个人本人 看到他说了谎 羊被吃掉 他是亲眼见到说谎 得到坏结局的人 所以我相信那个孩子 将来可能就不太会说谎 但是不见得你们孩子 会吃这一套 非常的有趣 因为他举出了好多研究 包括说我作弊 然后我诚实 然后我诚实 我不会被骂 或者说我诚实 结果得到不好的下场 这些研究 能够得到什么效果 分析得非常的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第二棒 陈医师 好 我来讲好了 放羊的孩子这件事情 我们跟小孩子讲的时候 我们常常都告诉他说 你看你说谎了 结果现在得到的结果 就是没有人要帮忙你了 所以你以后不要说谎 但其实我有的时候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我都会想要跟孩子说 这世界上还是有人说谎 没有被戳破的 对 例如说他说谎 结果得到了好结果 或者说没有人戳破他 他就可能会想要讲 第二个谎 第三个谎 这叫说谎 可是还有一个人更特殊 从头到尾都是谎话 一个谎话 套一个谎话 几乎没有一句话是真的 在这个心理学的想法里面 说这个名词 我们翻成中文叫做 换谎 换谎 就是那个魔幻的那个幻 或者说我们可以说 他大说谎家 大说谎家 他甚至可以说 这个我家里还有很多羊 我这些羊被拿走了没有关系 你可不可以借我一点钱 我回去抓羊回来之后 我就可以还你了 我把它卖掉了 然后人家说 你家里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只羊 我们家是那个地方的大地主 我们当然有很多羊 它会变成说 一个谎话套着一个谎话 把很多事情全部都把它合理化 那已经不是单纯说谎的范围了 你想想看 老师说花瓶谁打破的 我不知道 我没有看到 这个就不OK 这个就是说谎 但是问题是 他不是为了 他不是说谎 他讲了很多 说这个 我们家很有钱 我爸爸是这个大地主 我妈妈是那个委员 然后我们每天家里面 都有两个庸人在打扫 好像拿去诈骗人家的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个性 一个性格 身份也是假的 全部都假 然后社经地位也是假的 学历也是假的 住哪里也是假的 我是美国哪个大学毕业的 我平常开哪一辆车 然后我住在哪一栋大楼 台北101我们有个地址 这全部都是假的 像这种你为了自己的社会地位 为了受到人家的尊重 讲了很多的谎话 可以把你的地位弄到很高 但是这种这么大的谎话 如果瞬间被戳破 你是可以掉到很低的 所以我跟孩子讲 我们都讲说现实社会 有人可以讲这么多的谎话 对 我以前遇过一个最扯的 我大学时代我租的房子 楼下一楼是一个卖衣服的 每天三不五时经过会跟他聊天 他说我最近认识一个男朋友 他是国军的上将 我听到就觉得很好 他说他每次都搭直升机到附近 然后会停在附近的停机坪 然后他的司机会载他过来 我一听那时候我大学生我就觉得 是真的不大对嘛 一听就真的不大对 可是他非常地相信 那个国军的上将我没有见到人 但是他可以说谎说到旁边的人 可以非常非常地相信 我当时还甚至跟他说 你这个人 这听起来不是很合理的 听起来有点像是要诈骗 接下来要跟你借钱去投资什么的 他不相信 从此以后看到我就不理我了 所以说谎 其实偶尔地说谎 我会建议孩子这些行为不理想 如果你可以诚实 你可以有好下场 我会建议起孩子这个观念 对 我也会告诉孩子 现实社会就有人可以讲很多的谎言 来包装他自己的高地位 甚至他想要诈骗你 这些东西跟孩子讲 或许孩子现在不能接受 但是他也知道他老爸 偶尔就会针对某些社会事情 想要多跟他讲一点 好 所以我觉得今天慕容是讲 这幻晃的人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扎心 讲那个大说谎家 就是他反而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 对 说谎不好 所以你要小心那些说谎的人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教育点 我们第三位专家就交给廖维林 廖老师 那我想要分享就是 有关说谎跟父母教养孩子的时候 其实最烦恼的就是怎么样让孩子少说点谎 刚刚黄医师讲得很好就是你爸妈要以身作则 那除了以身作则之外 还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孩子 变得诚实一点 那讲到诚实跟说谎 我会觉得这好像是两个不同的人格特质 那心理学家认为人格特质 不是永远会一直表现的 比如说就算是换谎的人 他也不会一百句话里面一百句话都说谎 一定是可能他会视情境而决定 他今天要不要说谎 那爸妈要怎么样去塑造这个情境呢 有一些研究是在探讨这个情境对说谎 或是对犯罪的影响 我讲几个正面的例子 比如说他在公车的那个 中车他们不是有巨幅的照片吗 那他就比较如果是贴花朵或是贴眼睛 那路人就会比较不会乱丢垃圾 他是哪一个花还是眼睛 花吧 是眼睛 又有人看着你 对 然后另外一个是 他在那个你知道公司的茶水间 不是会有免费咖啡吗 有些公司是要付钱的偷十块 对 自由心证的头 对 自由心证的头 然后你如果贴个眼睛的照片 那个钱可以收三倍 平常都不付钱 但是看到眼睛就觉得好像有人在监督他 他就会愿意付 这是真的研究 那还有另外一个研究 就是2010年 哈佛的教授Dr. Gino 他发表的一个也是有关这个说谎 他是用作弊跟你刚刚那个就是作弊有相关 那他说他的题目叫做光线是最好的警察 他就是有84个学生 然后他把他就是随机分配成两组 两组做什么事情呢 让他们考数学题 就考20题数学题 然后对一题可以拿0.5美金 这么好 对 然后最有趣的就是叫他们自己对答案 自己报分数 方便他们作弊 OK 可以自己偷改 可以自己偷改嘛 对 就方便他们作弊 那这两组有什么不同呢 实验组的灯光是4盏灯 对照组它是12盏灯 所以这个比较亮 一个比较暗 OK 那大家猜哪一个作弊的几率比较高 当然是坏人都在黑暗中做坏事嘛 对不对 是光的 光的看得比较清楚 不是 改答案是这个眼睛老花眼 如果我们才有老花眼 学生没有 学生没有 好 所以有两派 有人觉得亮 有人觉得暗 答案是暗的 暗的人作弊比较多 亮的只有大概24%的人作弊 那暗的有61%的人作弊 差很多 对 所以刚刚黄医师讲的没错 坏人喜欢躲在黑暗中 觉得黑暗的地方比较 不会有人看到 像70年代也有人 有学者提出来说 好像纽约的 应该是城市的灯光 比较明亮之后 犯罪率也有降低 对 这个也是一个 以前听过的研究 所以讲到光线 父母怎么应用呢 当然不是把家里弄很亮 那我觉得重点是 你有没有让孩子觉得说 其实我说谎也没关系 没有人会发现的时候 孩子就会说谎 那爸妈可以做的呢 就是常常去关注他 关心他 让孩子知道 I'm watching you 我是有在关心你看着你的 那如果你说谎或是做坏事 爸妈妈是会知道的 对 那这样子可以减低孩子 说谎的几率 好 六老师这个点非常不错 以后要开城市商店的人 应该都可以用这一招 这也是我们放养的孩子的故事 隐身出来的知识点 我觉得这个题目都出得好难 所以我是抱着一个 为什么长大了还要被考试的心情 去准备的 最后一棒交给却牧师 放养孩子 他这个动机当面 他只是无聊 好玩 对 但是这个行为所带出来 让别人后来 他会感到是被骗的 对 比如说有一个理论叫做 维亚诺的效应 他里面谈到一个是说 假设我这个人是被定型了 那其实 其实这个会影响到我的表现 对 那他里面就研究到黑人跟白人 就是说 好像普遍在黑人里面 他们在进大学的时候 那个SAT的分数 分数是一样的分数 可是后来的表现 你会发现 当年就会有不一样 因为在黑人的一个 他们被一个在传统文化 给一个所谓的那个 标签化 或者是说被一个定型的时候 其实对他们来说 他们就会在这种文化下的压力 会影响到他们的自信 甚至也说那个眼光 它影响到人的情绪 明明进去的SAT分数是一样 结果黑人的表现 却一直慢慢的跟白人分开 比较表现感觉就比较不好 那表示说 其实我们很容易被我们 这个角色上面 或者被我们定型化 标签的影响到我们的能力 那当然这个后来也做了 有一些的改变 他比如说 今天让一群女人在面对考试 传统里面他会觉得 他在这个所谓的数理上面 会比男生考试的差 但是在这个之前的时候 他会跟他讲说 女人有一种特殊的测验 这个测验完之后 包括他做测验的结果 并不一定是会比较差 然后来去考试的时候 他已经被灌输了 他不会比较差 已经会有一个特殊的 就变好了 他就变好了 所以表示说 这种所谓的 这种标签跟定情 会影响到我们的表现 所以这个就表示 我们需要做一些的改变 我刚刚有提到 圣经的一个角度 就说当今天上帝他 他对他的门徒 是这么高度的信任 哪怕是说 譬如说他解决选彼得的时候 其实彼得是一个 雷声大与低小 约翰他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 圣经是说他是一个雷子 有没有一个名字叫雷子 我那个脾气很暴躁的 那你看还有一个叫菲利 他是一个对人是不信任的 那更何况还有中间 还有包括是个基本教育派 或民族主义者 像犹大根本就是为了 一个民族主义而来的 那所以对上帝来说 其实上帝都知道 他们内里面都有潜藏的 跟他们里面的很多的 性格跟特质部分 那我觉得做一个领导者 恐怕他知道 但是不见得一定要这样看他 反而他倒过来是 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 就像我们被照的时候 上帝每一天说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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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后天说 Very Good 我觉得这种眼光 当一个人被接纳 这个眼光会带给人的 自信跟安稳 对 情绪也比较稳定 其实对我们来说 我们比较容易有归属感 对 通常这种归属感跟 处在一个安全环境的时候 人的表现就不太一样 因为它是一种被接纳 就不太有标签跟定型化的东西 对 这个东西我觉得对人的发展来说 它就有一个很好的效能 所以我想从事我们的 我们的护卫冒险的工作 其实我们也都是要一直用这样的眼光 对人不能有太多的表情 那总是会有一个 就是要用信心的眼光 其实人通常的表现会更好 对 所以就是当 有一句话说 当如果我们今天愿意相信自己 我们将来就有一天会成为一个可信之人 所以我就觉得说 是他犯了错 对 但是其实需要被原谅 当他第一次 对 当他第一次在说谎 然后把大家搞得惊慌马乱的时候 如果这些大人能够 不要就是对他千夫所指 说你说谎的小子 对 而是说 你把我们搞这么混乱 其实这样这个后果是这样 对 你是不是很无聊 我们来玩个游戏吧 要不要跟我们一起来玩 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 就是你不是给他贴标签 这个说谎的小孩 当你这样贴标签的时候 也许就像全牧师刚刚所提到 他被标签化 说我就是一个说谎的孩子 他把自己就变成一个说谎的小孩 所以或许我们 还是从上帝的眼光说 It's good 你是一个好小孩 你刚刚只是为了好玩 那你本意不是要 要把我们搞得冰荒马乱 你本意也不是为了要 要得取什么利益 你只是一个淘气单纯的孩子 那也许从这个切入角度 他就不会再犯第二次 第三次的错误 其实我觉得 全牧师要分享这个点 非常的深 很多的家长 尤其像我 我自己是爸爸妈妈 我们看到孩子犯错的时候 第一时间就想要 把这个行为解决掉 你看你这样做很糟糕 可是其实我们稍微等一个 等个五秒 等个十秒 想一想 这个维瓦地效应 对不对 先不要给他贴上负面标签 先说你是不是 觉得这样很好玩 你是不是很无聊 你是不是想睡觉 你是不是今天不舒服 你是不是今天 多一点这种好奇心 把那个标签晚点再贴 也许你的孩子 被接纳之后 他就不会再犯第二次错误了 我觉得这个点 非常的棒 牧师讲的那个 维瓦地效应 就是 对啊 他说一次黄 我们就要把它贴标签吗 然后我们要怎么去看 那个牧羊的 放羊的小孩 背后说谎的动机 我觉得这个好有 让我觉得牧师好有爱 那我们今天四位专家 都讲完了 接下来就要评分 看看我们今天 谁是放羊的孩子 这个故事的童话故事王呢 我一向对我自己准备的东西 蛮有信心的 所以我相信 我会努力得到冠军 廖老师他会拿冠军 对 因为 因为我觉得 他真的很有自信 他的那个很多的 那个理论的论述 我觉得很有趣 不能长他人自欺灭 自己威风 还是我吧 好 我们投票结果出炉了 我们今天四位专家 分别分享了 身教才是减少 说谎的最重要的方式 然后我们的廖老师分享了 微小环境的改变 就会影响到这个犯罪率 慕容医师说 说谎说到极致 这种大说谎加幻谎 其实有很多内心深层的 这种对自己的不信任 跟不安全感 而屈牧师跟大家分享说 其实犯错者 我们一开 不要就给他贴标签 而是先给他一个 维瓦地效应 先让他有一个信任 先问问他 是不是内心有什么需求 这样的话就可以减少 他未来再说谎的 或犯罪的几率 我们今天的 童话故事王的投票结果是 我本人 谢谢大家 我帮你按赞 谢谢 好的 这个节目的投票 选出来的童话故事王 如果你有投票的话 基本上都可以有机会 可以得到小礼物一份 所以大家以后如果 想要得到小礼物的话 也可以在我们每一次的直播当中 踊跃的参与 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 谢谢大家 再见 拜拜 每一个故事 我们都应该要有能力 除了跟孩子讲故事 还希望能够多教一些东西 所以这个节目 刚好这些内容 都可以拿来做补充 至于说额外多的 其实每讲一个故事 我们都可以想到很多事情 一点一滴教孩子 孩子会更进步 感谢观看 我们下集也订的 欢迎 clicking 我们下集讯 突然有关键 形象 明确 我们下集完 感谢观看 完成 我们下集完 liksom 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